阿美老師 什麼紫薇命格的人啊 你必須 必須 必須要放輕鬆 你才會更好命 OK 好 其實這個題目我們就反過來說就是 到底誰壓力最大嗎 其實這個排行榜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 對 一二三名 到底哪一個組型壓力最大 我們應該看我們命功的部分 來 第三名就是我們命功上面 是舞曲的這顆星象 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這顆星象 舞曲呢 我們剛剛講到 所有事情裡面呢 壓力最大 一定要有事情做 就是這個組合 所以這個組合壓力來自於什麼 沒有事情做 這件事情是非常特別的 舞曲是一個非常特別 壓力來自於沒有事情做 對 舞曲的狀況是 他一定要有一個重心 讓他知道他現在或是明天 可以幹嘛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他就會焦慮 尤其是女生 當下沒辦法只做一件事 就是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到 我等一下可能還要去煮飯 我等一下可能要先買什麼 我明天可能要準備些什麼 就明明在做一件事 可是沒辦法 會一心而用 但是舞曲的能力特別強 所以強才能夠一次 有兩個想法的思維 所以這個組合很難放鬆 那也就是他比較 命苦比較累啊 對 沒錯 對不對 但是解決方法就非常簡單 就是一直不斷找事情做 你會發現昊仁姐剛的故事 她自己有講 她明明就可以過著 比如說就好好弄蛋糕的生活 但她會發現 考證照好像不錯耶 她就把自己跳入了一個 有壓力的環境之下 所以舞曲解決教育的方式 跟讓自己放鬆的方式 叫做持續地找下一個目標 跟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完成 這樣就好了 哦 對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來第二名是我們的 連真這顆星 兩位來賓都沒有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連真這顆星呢 在命盤上面呢 是標準 把一百分會做到一百二十分的形象 是一個自我要求非常高的形象 所以如果你的命攻是連真 你會發現 我做什麼事情 很在乎別人怎麼看 別人對我的要求是什麼 以及別人的外表 讓我看起來 我呈現出來是什麼 所以心理壓力自然大 所以連真如果要解決 自己的情緒問題 有個狀態就是 你可以多去探索自己的 比如說生活 創新 甚至出國 旅遊 會讓自己放鬆 像剛剛的舞曲 我就不建議出國旅遊的原因 是因為舞曲有時候出國 壓力更大 她會覺得 我要做 我要準備這個東西 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個誰好像這個沒做好 我一定要怎麼樣 她反而壓力大 她光灌洗包裡面要帶什麼 保養品要帶什麼 你的安全藥包要帶什麼 從結婚第一年 所有出國旅行都是我 我老公就只要人去 無許是找事情做 但這個事不是叫做 我一定要去玩 我反而不會說無許去玩 而是你去享受 你生活中的成就感 但享受不了 對 她光灌洗包就要 各種保養品 大瓶 罐小瓶 要裝多少 幾滴份啊 這個完了要擦什麼的 拿自己點錯菜 她還走很前面 對 但是她在做的當下 是滿足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辛苦的第一名 第一名是我們 劇門這顆星 剛好就是我們建議 點的這顆星 就是劇門 一直都 剛剛也是劇門 來 為什麼 劇門是第一顆星呢 那是因為 劇門擁有一個特質 完全無法放鬆 就像剛剛說 舞曲的特質叫做 我只要去做 我就可以放鬆 對 劇門的特質是 她的不放鬆是腦部無法放鬆 也就是說 她是一直不斷在動的腦 她是一直不斷 剛剛那個思維想法 我都介紹過 她一定會用一個 最悲觀的思維 去面對她的生活 以至於像狀態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這樣 她其實心裡是很累的 她其實無法輕易地放下 自己覺得說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在意這些事 因為劇門都會怕 我如果不在意這些事 是不是就會出事 如果出事我也都會後悔 如果這樣後悔的話 我就覺得 我對自己會過不去 我覺得我受不了 所以反過來之後 她就變成 每一件事都要這樣做 包含做任何細微的事情 所以劇門是裡面 最難放鬆的心象 所以才會變成 放鬆更好命的心象 在我們第一名 就是這個原因 比如說劇門 如果你跟她說 你要放鬆 你要做一些什麼 你要排解壓力 相對來說 她會覺得說 有時候我就沒辦法放鬆 你叫我放鬆沒有用 所以反而你順勢而為 把她的個性特質放到 真正做的事情上面 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好 反而想清楚了 對 反而想清楚 往自己的性格上面走就好了 與其躺在床上 睡覺前那邊 一直想不如拿一個紙筆 把它都寫下來 想到都趕快寫下來 改善 怎麼樣改善更好 對 然後就到了第二天 企劃書就出來了 然後人沒睡 然後還一直在那邊 摳製作人這樣 我想到什麼 後然說你的放鬆方法 前面講的是 你半夜燙衣服 刷油漆 遮衣服 做家事 你到最近開始是做麵包 放鬆舒壓 我這幾年就開始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去找一個事情 是我喜歡 然後我在做它的時候 我腦袋不會去想太多事情 這就是靜心 對 有人是用畫畫 有人用聽音樂 但是你用做麵包 讓自己專注 然後去靜心 對 然後我做麵包就是 我也不拿來做生意 我就會送朋友 哇塞 這個是牛角 這個是那個德國德式的 那個鹹麵包 裡面有時候包火腿什麼 對 這個咧 然後這個是果凍 漂亮喔 你也太誇張了 它是果凍 然後再用紅蘿蔔 或是火龍果 那些顏色 天然顏色 用針筒打進去打成花 哇 你這個 這要搞多久才能做出成品 它其實不會很久 因為它就是把那個 顏色打進去 可是你前面的前置 後置什麼很多吧 前置也還好 那這一個是最簡單最快的 這還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那麵包是最久的 因為麵包你超 這個為什麼可以做成一個 兔寶寶的樣子的吐司 對 那就是因為前兩年 你知道處女座就是有種個性 因為我去某一個百貨公司 看到一群人在排隊 因為前兩年不是出了這個兔兔 貓咪吐司嗎 對 我就覺得說 貓咪吐司 我為什麼要在外面排這麼久 然後這麼貴 自己做 我就回家就自己做了那個兔兔 還有貓咪 下面是熊熊 這是熊熊的 對 然後就做給小孩子當早餐 我就覺得說 自己做我就不用去排了 然後那個是 馬卡龍也自己做 馬卡龍也自己做 我就覺得在做這些兔兔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就勞碌命 而且從妳的作品 可以看得出壓力很大 這個今天帶到我們棚裡面 這個叫可麗露 對 這妳又最新的 這是因為我女兒 她喜歡吃可麗露 我就說好 那媽媽去學 我就去 對 這我先吃吃看 好 為了孩子 他們可以做好多事 妳為什麼這可麗露是邊邊 還是脆的跟酥的 那才是好吃 因為其實真正好吃的 邊邊要是脆的 是 沒錯 所以我 因為它這個很累 它不像果凍 果凍可能兩三個小時就做好 這個可能要花半天的時間 而且麵糊要前一天就要做 做好之後你要冰冰箱 冰十二個小時之後才能回溫 回溫你可能要花兩個小時去烤 然後要用最高溫去烤 烤完之後等它冷卻 你要馬上進冷凍庫 因為你不能放在外面 它濕氣慢慢會 然後你們今天吃到的是 我早上從冷凍庫來的時候 整個從冷凍庫拿出來 然後到這邊剛好退冰 剛好退冰為什麼 還是脆的跟酥的在補煙 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就是勞碌命 我連可麗露怎麼回溫怎麼樣 我都會去想好 對 妳壓力真的很大 那妳這些都 妳這些都挑戰完了 妳接下來想挑戰什麼 沒有 目前其實也沒有挑戰 妳挑戰做航空母艦什麼 冰車什麼 就是我前陣子做完麵包之後 就很多人問我說 妳為什麼不去考個證照 我就想說那好吧去試試看 然後我就在三個月前 就考上了證照 我就覺得 對 你知道考證照的那裡 王冬平是有把妳氣到什麼程度 妳連證照都考完了 考證照那兩個月 對 我整個嘴巴都長東西 因為妳壓力很大 因為妳很久沒念書了 然後妳突然要開始去背所有的 秉級的所有考題 然後現場一到現場 就是所有的師傅在那邊 然後妳就要開始不能講話 九點鐘我們到了考場 考到五點 然後妳不能上廁所 因為妳上廁所 妳要把全部帽子 衣服 整套換掉去 所以我後來考案證照之後 我就覺得說 很開心 然後就有人說 那妳要不要挑戰乙籍呢 又有試做了 先 暫時先饒過自己 這樣的人呢 王中平 氣死他 就全家貨的朋友 就都有得享受了 他可以發揮出他 他無限的潛力 對不對 所以氣死他 氣死他 趕快打電話 鐘平哥 然後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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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